晚上好 我是家训 雪州政府从今年6月尾开始 推出雪州官兵疫苗接种计划 为56个州选区的目标群体免被接种疫苗 如今随着接种速度大大提升 在有关计划底下 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者 除了能够获得电子疫苗证书 还能够获得一本国际疫苗接种证书 或俗称的黄皮书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说 根据他的了解 雪州政府子公司小给 正在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吉隆坡办事处 接洽并且提成所需要的文件 以获得WHO认证的国际疫苗接种证书 不过黄思汉提及 未来在出国的时候 要如何证明自己已经完成接种 至今还未有一个明确的国际政策 而且要如何使用疫苗护照 国际上也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方案 接着有政治新闻 警方早前就在野党议员到独立广场集会议室 传照涉及的议员问话 今天警方在因为同一件事 去到了公正党总部 向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 以及他的妻子旺阿兹沙录取口供 整个的录工过程长大约一个半小时 代表律师奈恶向在场的媒体指出 警方供原民五项法令进行调查 当中包括了刑事法典第269条文 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以及1988年传染病控制及防范法令 而今天除了安华夫妇之外 也有其他的国会议员到警局录贡 另外马波国会议员夏沙迪早前就曾爆料指 有人试图拉拢他支持国盟政府 并指示国盟是我国史无前例的道德破产政府 来到今天 行动党已保西区国会议员古拉和假市区国会议员 也揭发自己曾被收买 古拉指有不明人士透过WhatsApp向他开出条件 企图以3000万令吉以及部长职位 要他跳槽离开行动党去支持国务政府 而他已经针对此事到以保警局报案 要求警方展开调查 古拉说对方在信息上 以一粒榴莲30令吉来暗喻可以支付的数额 同时还以取代巴黎世龙以及玲珑的榴莲 进一步暗示提供部长职位 随后起机要秘书蔡振昌致电对方时 对方就开出了3000万令吉的价位 并且说出如果答应就会付现 对这种企图收买的行为 古拉直言非常可悲和令人绝望 同时也是对国家元首的一种背叛 此外古拉也强调 金钱和职位不是左右国会员离开党的因素 而他作为民选的人民代议是 他的命运是由人民决定而非政敌 社团注册局昨天宣布 巫统展颜党选的决定无效 勒令他们必须要定下一个党选的日期 不过根据巫统提供的资料显示 当局曾在7月19号同意展颜党选 因此巫统宣传主任沙利尔质疑 在官兵疫情严峻的当下 社团注册局还要逼迫巫统在全国2万个支部举行党选 似乎怀有政治意图 他认为社团注册局的这项最新指示 优为特殊 因为其他政党要求展颜党选都没有问题 只有巫统不行 另外资深律师莫哈默哈尼夫就认为 社团注册局的权利其实不止于此 他们还可以动用到社团法令 冻结或吊销巫统的注册 例如当局曾在2018年4月 向土团党发出了暂停活动的指示 但土团党后来透过法院上诉 成功散缓这项限令 哈尼夫也分析说 如果巫统遭受和土团党同样的命运 意味着巫统纪律委员会将无法运作 因此不能够对那些违背党义 或支持慕尤丁政府的人士采取纪律处分 换个焦点 人民团结灭书处今天再度发文告 要求首相慕尤丁辞职 否则他们将会在8月21号 号召比7月30号更大型的拉万集会 他们在文告中提及 国内贫穷率在去年已经上升到了5.9% B40群体也飙升至350万户 实业青年更是高达72万人 但为何首相会说 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呢 他们强调 大马不需要一个藐视国会 和允许执法双标的政治领袖 因此促请执政者下台 把治理国家的位置让给更有能力的人 他们也呼吁全国人民做好准备 如果首相不立刻辞职 那就一起在8月21号上劫抗议 换个焦点 击打州大臣莫哈默沙努西 昨天的给名字进医院停尸宾柜的玩笑言论 遭民众踏罚 针对自己的玩笑短片被广传之后 沙努西今天就向大众道歉 并做出解释 我感谢 新闻结束之前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